好了,三星展示Stable One UI 5.0 大樂新的電磁小部件 甚麼叫電磁小部件呢?就類似這一個 90%這部機還有幾多,即是Watch 56% 其他東西還有72% 之不得15%就是這電磁列表 好了,三星的 One UI 5.0 Beta 程序已達到 Galaxy S22 系列第四個 Beta 在SDC 22 上,三星展示One UI 功能和變化 其中包括一個精美的電磁小部件,就像蘋果一樣 蘋果人們早就發明了這個 但三星好像現在才發現 這個在 Beta 中是不可用的 這個消息可能令所有人都震驚了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說真的,應該都是的 這篇文章也頗新的,也只是2022年10月15日 針對加力時設備的個性化 基於Android 13 的 One UI 5.0 更新將帶來全新的直接 和所評定制的能力 此外你將能夠推翻多個小部件 以保持屏幕清潔,以及高級智能建設小部件 哪些叫幾個小部件呢? 好了,現在可能就看看沒有一個畫畫工具可以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例如,現在看看可不可以開到Winget Android 13 在三星有一個好處 當你開了一個Winget之後 W-I-D-G-E-T W-I-D-G-E-T W-I-T-G-E-T W-I-T-G-E-T 你不知那個讀音的,自己塗上英文的評法 W-I-N-G-E-T W-I-N-G-E-T 開了一個W-I-N-G-E-T 你現在有一個主型幕 你現在如果在Android 12 One UI 4.0 上 你當你依然沒有空間 你再加過去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加的 但是 你這裡的時候 你唯有只可以 如果你在Android 12 One UI 4.0 的 Samsung 手機上 如果你是在行Android 12 One UI 4.0 、4.1 那些 你依然沒有空間 當然加不到新東西 而且你一定要移走這塊東西 你才可以再加一塊新的Winget 你才可以再加一塊新的Winget 如果不是其實加不到 那現在就這樣了 就做到了這個效果 但是你在Android 13 上面 假如我現在做一個試驗 在Android 13 上面 你再加一個 如果你不夠位了 或者你想整潔一點 不想放這麼多塊 你可以點擊這個 它有一個選項叫做 添加 Stack Stack 英文 中文不知什麼 可以推遲 你可以在這裡按Stack 之後再在這裡找一個Winget 如果你行Android 13 One UI 5.0 可以在這裡加一個Winget 你再加一個 它就會在這格後面 你可以撥到這裡 然後撥到下一頁 就有另一個 撥到右 撥到左 不過就是這塊位 動 這塊位可以撥到 現在很多重疊都可以 可以省一點 可以 就是這樣做 這個功能就是 One UI 5.0的位置 然後看 就是推遲多個小部件 與此同時 Twitter頁面 Samsung Updates 發現了一個新的 但很漂亮的電視小部機 在One UI 5.0的穩定版中 首次上載 現在10月15日 已經有了Android 13 好像穩定版在2022年10月24日推出 因為這篇文章是10月15日 所以未發生 例如 Samsung 指示 新的電視小部機 可以顯示 你的Galaxy手機 以及其他配備 設備的電量 當前電量 會即時更新 包括你的S-Pen 自動手錶 無線耳塞都可以 你的手機 當然自己 S-Pen 智能手錶 無線耳塞 與其他One UI小部機 類似新的電視小部機 似乎有用戶自動二大小 即是Customate 有4比1 4比2 不即是4乘1 4乘2 兩種伯伯 設一個伯伯的圓形 標籤中顯示 電視百分比 可能設S22 上幾天左右 後一個 在主營幕上照的Logo 幾乎Smart Suggestion 小部機 一樣 若佔佔了更多 標題中提及到電池文本 有一個灰色外觀的專用部分 用於顯示配對設備的電池電 包括設備圖標 名稱 電池條 和百分比 這個 這個第一個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這樣 有條棒 有個比例 這個就用圓圈做比例 這個就在旁邊 有名字 多了個主主功 有圖案 有條棒 只不過 第一個用圓形的百分比率 來做比例 第二個用棒形 樂前 Galaxy手機的電池跌落 可以在顯示屏的右上角顯示 但如果你想瞭解 Galaxy Watch 和Galaxy Buds Buds 都有耳機的電池狀 即使在S-Pen 賽單中 藏Galaxy Wearable 也用作為S-Pen 的電池狀態 三星宣布 Galaxy S22 系列 於本月或基於Android 13的穩定版 1.1.5.0 就是了 10月24 好了 這篇文章就完了 這篇文章 介紹了Android 13的好功能 就是這樣 拜拜